大家好,我是阿贝 本期咱们来玩躲猫猫 这次地点选在了海岛地图的鞠港 范围包括了鞠港港口和鞠港下城区 这次的阵营安排和以前不一样了 上师从躲藏方变成找人方了 而人类自然就变成躲的内方了 本轮规则为59名人类玩家负责躲起来 被找到的时候可以用进展武器反击 而且人类还会自动回血 10名上师玩家就负责找 他们血量高 伤害高 速度快 跳得又高 但他们没有自动回血的功能也无法复活 需要在规定的13分钟内 找到并消灭42名躲藏方才算获胜 反之躲藏方获胜 好 比赛开始 这一局很荣幸 我 阿贝能够成为找人方的一员 希望我的好运能够给我的队伍带来送礼 刚开局就给我逮到个躲藏点 还不打算跑是吧 我来了 我来了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小样 我还跳不上去了 我又来了 又来了 又来了 事不过三 这次一定行 oh yes 这么多人吗 此行怕是有趣无为 兄弟们 我先上了 这里有辆车 旁边的房子可能就有人 吓我一跳 还真的有人 吓我一跳 接下来把镜头交给其他选手 你怎么就掉头走了 你不是找人方吗 资负宝到账 一百元 知名找人方在剧港赶好搜查 他发现这里摆了一部车 于是顺势往彻底一看 你这太明显了好不好 有些躲藏房的位置 有些躲藏房的位置 朴湿无华 接下来把镜头交给战场 接下来把镜头交给战场 快走 金匙 不勇行 我会out很悠采 我已經有事 要不要走 停下来 我曾经不见直下 他只要放松 我还要放松 否则 放松 我把镜头交给战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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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时间快到啊加油兄弟们 是的 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找完方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了42名的淘汰数 恭喜找完方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把野青剑打在公屏上 好了本期视频道就结束了 我是小贝游戏食堂 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赞 提供关注支持小贝吧 感谢您观看我们评论里面去见